欢迎收看11月16日的诗说新闻栏目 我是主持人王若然 洛杉矶华人企业家杨信经营 Seville Classics公司近40年 生产的不锈钢垃圾桶及家具五金类产品 年销售额约2亿元 正所谓虎腹无犬子 杨信的儿子杨绍培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创立的Simple Human公司 不仅年销售额超越父亲 还被誉为家居用品界的苹果 到底是怎样的财富密码 让这对华人父子年入五亿 他们的故事又对我们有哪些启迪 今天的诗说新闻 我们一起来看杨信父子的故事 美国主流媒体财富 曾经已将Simple Human发展成家居用品行业的苹果为题 刊文报道杨绍培的创业故事 财富杂志的题目一点也不夸张 Simple Human销售的智慧型垃圾桶 免按压式肥皂及感应式镜子等产品 在Target Amazon和Wefire等零售商处都是热销商品 例如智慧型垃圾桶在全美的市场占有率高达五成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杨绍培父亲公司其主要产品之一是不锈钢垃圾桶 且市场占有率达80% 是好市多Simple Hub及Amazon等主要零售店的供货商 因此父子两公司所销售的不锈钢垃圾桶 基本覆盖该产品在市场上的不同产品线 无论是价格相对较低的普通款 还是走高质感品牌化的智慧款 基本都出自杨性父子之手 父子两人的产品大多在海外生产 包括台湾越南与中国大陆都设有工厂 如今美西港口堵塞 它俩是如何解决货运的难题的呢 因为我们三十几年跟我们台湾的 长农海印的配合度非常的好 我们现在而且我们也很独特的 把工厂早就搬到台湾越南 那目前我们一个月还是从台湾进来 美国还有将近一千个后柜 所以还是算盛产 从这边就看出就是云食行业 大家配合要好 那么碰到这种特殊情况呢 你就受到的影响比较有限 杨新的大儿子杨绍培 11岁跟随父母移民美国 毕业于洛杉矶家大 主修政治学 毕业后进入父亲创立的居家用品公司 Seville Classics工作 从小就热爱设计 及发明创造的杨绍培 看中父亲公司的不锈钢垃圾桶 认为这个垃圾桶可以再进行改造 于是自告奋勇 向父亲表达想要自创品牌的意愿 杨信先后投资了约60万美金 支持杨绍培于2000年成立simplehuman 不同于父亲的传统家具用品公司 杨绍培的simplehuman 引进工业设计的思维 并融合新科技 锁定高端市场 从改造垃圾桶开始做起 杨绍培起初 虽幸运得到父亲资金援助 但在创业期间的艰辛 却是不雅于别人 专精于研发及拥有前卫的思想 才是他清出于蓝 更胜于蓝的关键 创业初期像正常人一样 他遇到过许多不同挑战 曾跑遍各地 但没有工厂肯接他的单 最后才终于在台湾 找到一家小工厂 愿意帮忙生产他的创意 一步一脚印逐渐开拓属于他的新天地 一个100多美元的垃圾桶 简单轻巧的设计 却获得来自世界各地居家销售商的青睐 Simple Human的垃圾桶如今是满街都是 从创业到研发产品 迄今Simple Human每年的营业额 已达3亿美元 销售力更胜父亲 杨绍培卓越的成就 让身为父亲的杨信也对他另眼相看 对我这个儿子呢 其实从他大学毕业 跟我出差到海外几趟 我就看出来他的潜力 我儿子呢 跟着我出差 看我对朋友厂商的这个处事方法 他学到很多带人处事的这个 这个做事的方法 所以我记得他未来前途无量 杨绍培的自创品牌Simple Human取得巨大成功 少不了父亲杨信在公司成立之初的投资 杨信是Seville Classic的公司的创立人 公司至今已经成立35年 其不锈钢品牌垃圾桶及居家五金 在美国已占有50%以上的市场 杨信最初在美国跳蚤市场摆地摊 他那时成功将木珠坐垫引进了美国市场 赚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然后呢 我去到广东广州交易会 看广交会嘛 看到一大堆人都摆了这个木珠的汽车坐垫 在卖 对不对 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好像在台湾 计程车书记都有用 对对对对 我就想说 是不是美国可以买卖卖看 杨信在跳蚤市场 发现很多墨西哥人继承车上 都摆有木珠坐垫 因而他花了1万美金 购置2000个乙电来美国 但却被他的外籍销售人员泼冷水 他只好亲自到跳蚤市场 一条条的出售 并做了海报 标示坐垫有按摩凉快的作用 没想到非常成功 每次可卖出几十条 坐垫在跳蚤市场取得成功销售之后 他就设计了精美的包装 注明他的功效 请外籍销售员到量饭店去推销 但在加州不易打进市场 他就在东岸的BJ's Club打开市场 第一周就功不应求 三年卖出1000万条 这让他体会到了美国市场的无限大 在赚得第一桶金之后 1997年 杨信在日本一家顶级百货店 看到了荷兰公司出的脚踏板 不锈钢垃圾桶 临机一动 他将紫垃圾桶拿到台湾生产 并打开了美国市场 之后 公司将产品逐渐扩展至多个居家 五金用品 为了与父亲公司的产品相区隔 杨绍培的Simple Human公司 更加注重产品与科技的融合 而这一切与杨绍培从小立志当发明家有关 杨绍培表示 他一天有60%的时间都在研发单位度过 为公司未来的产品做准备 公司目前的智能垃圾桶 可以用声控操作十分先进 公司其他明星产品 还有无触碰感应式肥皂剂 杨绍培表示 公司其实早在疫情之前 就在销售无触碰感应式肥皂剂 当时是为了研发出可永续发展的产品 没想到在疫情期间 该产品的销售量上涨了320% 近期随着疫情的减缓 产品的销售量的暴涨也逐渐回温 未来Simple Human也将持续走研发 并生产出更多不同类型的居家智能 永续环保产品 那么您是如何看待杨信 杨绍培父子在商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以上就是今天是说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